回到新闻现场要带您关心最新的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美东时间27日 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跟保护香港法案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 川普先前一直没有对要不要签署法案正面表态 而这次透过白宫发表声明表示 是出自对于中国国家主席及香港人民的敬意 签署这些法案 并希望中国及香港的领导人和代表 能够友好解决旗舰 得到长期的和平稳定 此外川普也签署了保护香港法案 是禁止商业出口涵盖军用品给香港警方 展现对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支持